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我们从多个角度探讨了页面速度,讨论了为什么它很重要,什么是良好页面速度以及如何使页面更快。 以下是部分精选内容。 关于页面速度和排名的普遍误解。 关于页面速度的一个普遍误解是,它的排名因素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页面速度很重要? 页面速度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减轻等待网站加载所带来的痛苦和沮丧。 世界上有很多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很差,在开发网站时需要考虑它们。 页面速度与内容相关性 页面速度是重要的排名因素,但是快速页面的排名要比其他具有更相关内容的页面排名要重要。 平均与建议网页大小 平均网页大小与网页的建议大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网页的平均大小实际上应该以照字节为单位,而实际上它们应该在500K左右。 当然,页面尺寸越小,加载速度越快,签字节越少越好。 Split说,页面速度优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SEO在页面速度优化方面都掌握了正确的基础知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例如,广为人知的是,将图像大小保持为最小有利于页面速度。 但是,像SEO这样的策略并不总是放在首位。 延迟加载有助于确保在用户向下滚动页面之前不加载折页以下的图像。 Lighthouse报告 数据和得分的复杂性 SEO经常会挂断来自诸如Google的、Lighthouse之类的工具的报告。 该工具估计建议的更改将如何影响网站的页面速度。 Lighthouse可能估计特定的更改将使页面速度降低X秒钟。 然后,SEO在实施更改时感到失望,并且没有注意到速度会立即增加。 埃里克恩格、Erikange提醒SEO,其中大多数问题都是现成化的。 这意味着需要结合多种更改来提高速度。 没有一个特定的修复程序。 不同用户设备和连接上的页面速度。 请注意不要陷入认为站点速度很快的陷阱。 因为该站点会很快加载到高端智能手机上。 各种设备都可以访问站点。 所有设备都以不同的速度加在站点。 Split建议监视哪些设备正在访问您的站点并进行相应的优化。 甚至值得购买最常用的设备。 以更好的了解用户如何浏览您的网站。 页面速度 加速的移动页面AMP和渐进式Web应用程序PWA。 每次围绕页面速度进行讨论时,Split都会重复必须陈述的内容。 AMP不是排名因素。 只要页面速度很重要,AMP就很重要。 但是AMP本身并不是排名信号。 网页速度是Google搜索排名的重要因素。 Split通过简单解释页面速度如何,作为排名因素,来结束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或多或少,视频局。 如果两个页面,具有可比较的内容。 则更快的页面,将排在另一个页面之前。 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Cat Video,采用AI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